9月9日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英勤 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 应邀参加受降仪式的 还有美、英、苏、法、加、澳等国的军事代表何英勤 9月9日 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 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港村宁次 颤抖着手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 华日军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 对日本人缴械投降